關心立法院最新情形 澎湖的漁船大靜滿88號 昨天8點多在金門外海進行作業的時候 突然遭到兩艘中國海警船呢 是拍照而且還強行的登檢 那登檢後呢就怕漁船帶回了中國 當時海巡署是有派出兩艘海巡舰 但是當時中方又派出了四艘的海警船來對峙 就怕情勢持續的升高 那海巡署就停止了追船的動作 那麼今天漁業署也表示說 會透過陸委會持續的和中方協調 帶您一顆的關心 昨天晚上在廖樓灣東北方 大概23.7海裡的地方在作業 那遭到中共海警船登船盤查 那當時在第一時間裡面 我們的船東就有向我們的海巡這邊來報案 所以海巡這邊他們接到了 以後也馬上派艦領全去幫忙 但是後來因為中國大陸就把這個船 就往大陸那個方向走 所以到昨天晚上10點左右 這個船已經在大陸的漁港裡面 那目前我們所瞭解的 我們也透過包括我們的暗記通訊電台 一直呼叫漁船 那時候大概漁船沒有做相關的回應 但是後來聯繫上的是說 目前所知道我們船上有五個船員 其中包括兩位台灣級的 還有三位是外籍的船員 目前人員都是軍安 那我們會透過陸委會這邊 積極向中國大陸來交涉 那因為那個海域就是平常就是我們 澎湖的漁船在作業的海域 那雙方的漁民以往都是在這個地方共同作業 那我們希望大家還是務實來處理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船能夠很快獲得釋放 那人員能夠平安 好的可以聽到約束署長表示說現在還在溝通的動作 那麼也強調說當時這個大禁板88號是在兩岸共同的區域進行作業 那也表示說目前船上的五人都是安全的情形 那稍後呢海巡署也會召開記者會來說明